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动我父亲的那些木工的工具 八七年学了这个版画之后 到九十年代的时候 很穷啊 那个时候穷则十变 我开始创造这些木制的一些叫产品 走向市场 木雕的这些作品的文化的符号 它就是来源于版画 那么还原这些版画是来源于民间 九十年代末的时候 我的这些木雕的产品 在全国几乎就大开市场了 这帮农民开始跟我学习木雕 有一季市场生活上就有了保障 就是地不单无重 还能到这里打管赚一分钱 就算在哪里打工资本身旅行 感到学了这个手艺以后 那就是上回来就是大大的提高了 大约三千过 对我们能出来的时候太难以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